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也无法想象 就是这样一位喜欢热闹的中年女人 突然间就变得没有任何声息了 那个姑娘说她的妈妈以前每天给她打两次电话 她说4号晚上嘛 她没给我打电话 那个就不太对 从2013年9月40到9月60日 尚某的电话始终无法打通 她所经营的粮油商店一直大门倾锁 而家中又不见她曾经回来的痕迹 因为她不可能说人在长阳 然后不回家住 她从来没有够 所以那肯定是个事儿呢 感觉到挺蹊跷 作为一个单身的妇女 应该说也是个小老板 对吧 是什么事儿让她失踪 尚某是当地农贸市场一家粮油商店的老板 由于店面位置好又善于经营 生意一直很宏苦 在书人眼中 尚某的生活富足而优越 她带的穿袋都很讲究 她就是经营粮油店这样的 就是在那个经营市场里面 都显得很富 别人都传说她有几百万 那么尚某莫名其妙的失踪 会不会与她的财产有关联 尚某的银行卡信息显示 就在她失踪后的两天里 曾经先后三次提取现金 总额达十万元之多 这是失踪者尚某本人所为吗 这是来自银行自动贵员机的一段监控录像 2013年9月4日23点27分左右 取款人出现了 这位身体健壮的长发女子就是失踪的尚某吗 尽管看不清面孔 女儿还是十分肯定的确认 这个取款者绝对不是失踪的妈妈 这个信息一向的就让警方加倍紧张起来 取款人不是他本人 那这个我们当时的判断肯定是发生了刑事案件 可能这个当事人已经被受害了 这个卡落到犯罪分子手里了 而取走了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切舍命案的案件 警方推测 尚某显然是遭到了不法侵害 而这个取款人肯定摆脱不了干系 犯罪嫌疑人也不止是他一个人 这样子我们分析应该至少是两人以上 肯定有人看着他控制他 然后有一个人到归员机去取款 实施犯罪 那么眼前这个神秘的长发女子可能是谁呢 在取款过程中 女子的长发一直披散着 几乎遮住了整个脸庞 可能这种打扮现在太怪异了 竟然把一对前来取款的母子吓得堵开了 两个人就吓出去了嘛 吓出去了在外面等了一会 等他取钱取完以后 那两个人又才进来了 细心的民警注意到 只要脸上的长发稍有散开 这个人就急忙用手拨弄拨弄 其实这种演示 还是经不起用心细致的观察 扎一开上去 模式是一个女的 但是经过执席的表现以后 把这个取钱的人是得定人家伐 感觉她有猴子像个男的 然后这个走动的那个步态 左右有话吧 不复挺大 他走动的步态和这个肩宽 都不是女同事的表现 被影后面你看起来是个男的 所以确定是一个男的 身穿红衣 头皮长发 努力扮成一副女人模样 这名男子意图极其明示 要让他看监控录像的人 错误的认为 他就是那个失踪的女老板板神 依次来满天过海 不留痕迹 他就认为自己走得很完美 不可能被发现和暴露 甚至会尽快的碰案 上某失踪的当晚 是劫匪们第一次出来取款作案 警方推测 当时上某应该还在劫匪手中 因为作为犯罪嫌疑人 他也不知道被害人告诉他的密码 是真是假 这个时候应该是被害人还是处于被控制中的 就在上某失踪的第三天凌晨时分 劫匪再次出手取款 从外面的节目 可以看见是骑摩托车去了 有些一个男子感觉 这一次假扮女人的男子不见了 而是出现了另一个个个较高的陌生男子 在整个取款过程中 这名男子始终戴着摩托车头盔 刻意的隐藏着他的真面目 警方认定 这名男子是劫匪的另一个同伙 劫匪们轮番上阵 频繁取款 现在他们是想尽快完成亲财作案 急早脱身 而上某却一直没有音讯 这一情况让警方越发担心起来 但今天还是被害人的迷 这个人死不害羞的 因为没有解到他当事人的亲自报警 而且也没有他的任何的消息 我们感觉他的生命可能生成的可能性比较少了 落入劫匪手中的女老板 处境险恶 生死未博 老朋友热情邀约 贴心安排 女老板轻松附会 没有察觉一点异常 因为他做案的时候 他一定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 来和被害人见面 找什么理由呢 精心设计的圈套 缓缓相扣 步步为零 被害人心甘情愿地踏入未知的险境 当他在迈上那样越车的时候 那就注定了他的命 就意识到可能要处置信息 反应不出去 行为不能自己来反抗 女老板的不归路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生活富足的女老板上某 离起失踪 两个蒙面男子先后出现 从他的银行卡上 大肆提取现金 警方认定 这两名取款者 就是一伙劫匪 失踪者尚某 就在他们手中 至今生死未博 那么劫匪 是在哪里盯上尚某的呢 我们要求我们警察人 对所有有可能出现的目击者 那就是要 那跟筛子一样都要找到 最后的目击人是谁 最后是谁见过他 可能是比较关键的 良油商店的店员告诉民警 2013年9月4日 下午四点 他提前离开 当时只有老板上某一个人探店 他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老板就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那么谁是最后见过尚某的人呢 方案民警注意到 和农贸市场中大多数商铺一样 尚某的良油商店 也是敞开式经营的 从对门的店中看过去 店内的情况一览不余 对门店主证实 当天下午六点左右 他看见一辆出租车开过来 停在市场附近 好像在等什么人 随后身在店中的尚某 就接了一个电话 他接了一个电话以后 很冲荣地把那个电门关上 上手 然后提了八 就上了一辆地址 就走了 警方可以确定 应该是有人特意安排 这辆出租车前来接走尚某的 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 经过逐一的排查走法 警方终于找到了 当天来接尚某的那辆出租车 幸运的是 司机对接从尚某的经历 仍然记忆有心 第一是这个时间比较短 再一个就是这么的 想搞了以后 有别个接着来接掌的 这种情况比较少 据司机回忆 当天下午五点多 他正在马路边等活 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男子 打来的约彻电话 一个人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 接一个人 接到之后 给他付二十块钱 这样他就去接 按照陌生男子的要求 出租车来到农贸市场 街上从店里走出来的中年女子后 驾车穿过大半个城区 来到位于宗郊的小李子夏广 这是一家类似农家乐市的小餐馆 在我们长阳县城的最中央 已经是比较偏的一个位置 相当于城郊结合部 出租车刚刚停下 一位身体壮实的中年男子 就从餐馆中迎了出来 他说是穿着一个 死的混的东西 显然是这位男子 安排出租车接送的 服务员证实 当天下午 店里只有这一桌客人 乘出租车赶来的中年女子 和两名男子一起吃饭 在吃饭过程中 他一直跟红衣男子聊天 两人互相很熟悉的样子 像是一对久违了的老朋友 应该说 这种情况不是熟人的话 这个时钟者也不会 这个到这个餐馆 同这个陌生男人去吃饭 或者说比较熟悉的人 才能够把他约出去 一个小时后 三人就吃过饭 上了一辆灰色的越野车 离开了 从此 尚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音信皆无 当天夜里就有蒙面男子出现在取款机前 大笔大笔的提取他的银行存款 先去餐 后失踪 激烈发生的两件事情 不由引人猜想 当天和尚某在一起的两位男子 到底是共力患难的朋友 还是心怀恶念的劫匪 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餐馆服务员回忆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 一辆灰色的越野车 就从城外开过来 停在餐馆对面的马路边 越野车当时来的时候 没有停到小尼虾馆正对面 没有停到他店门口 而是停在斜对面 大概三十米的一个地方 上两男的 一个穿红色的 一个穿黑色的衣服 男子 在那个附近盆 都留了有几分钟了 有一段时间 两个男子商量了好一阵 才决定来到店里 坐下之后 并不急于点餐 而是打电话 联系出租车 接送尚某 这一举动实在太可疑了 两位男子的越野车 明明就停在外面 他们又不像 着急赶步的样子 为什么就不能 直接开车去接尚某呢 如果是误问 自己开有车 就会直接去接他 就说 除非是昨晚的车辆 才会这样 一位进城 怕监控盯上 就请出租车去接他 自己车停在这 也不停到店门口 警方注意到 三人聚餐的小李子虾馆 恰加处于 城区监控系统之外 两名可疑男子 及其越野车 没有留下任何影像 他尽量地回避 不暴露他的 体貌特征 不暴露他的 所成的交通工具 这个和熟人作案呢 是比较吻合的 这种手段的话 如果说流串犯作案的话 他一般是 无所顾及的 他不怕别人认 认着他 既然两个男子 为了掩藏自身 才安排出租车 接来上梦 可是他们 为什么不直接 将尚某引上越野车 这时反倒不怕暴露 一起带到餐馆里 吃饭聊天呢 因为他做案的时候 他一定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 来和被害人见面 找什么理由呢 下午了 三四点钟 最合理的理由就是 你过来 好长时间没见面 咱们在一起吃个饭 我在给你介绍个朋友 对不对 所以 犯罪分子肯定是出于这个考 一切似乎都在精心的算解之中 这趟老朋友聚餐 气氛轻松而愉快 让尚某毫无警觉 聚餐之后 成交地带又打不到出租车 这时 红衣男子就顺势 把越野车开到尚某面前 当他在迈上那辆越野车的时候 那就注定了他的命运 因为完全已经被他们控制 甚至说被他制约了 就意识到可能要出事 这些信息反映不出去 行为不能自己来反抗 越野车并没有掉头送尚某回家 而是一路向城外开去 一场厄运已经无法避免 他怎么知道他日常的行为习惯呢 对不对 又怎么会知道他平常他戴的手包里面就一定会有银行卡的 对不 杀费苦心的伪装遮掩 居然也留下一个致命的漏洞 老朋友终于露出真面目 在那个上水城 有一颗字 从这个长头发的风险之间可以看得见 他不喜欢那个男的 但是那个男的所以惨热他的那种 女老板在露归露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从目击者的描述中 警方分析认定 两名可疑男子可能就是集水团伙 他们以朋友聚餐的名义 将毫无防卫的上某一步步引到他们掌控的越野车上 荡田夜里 他们就开始从上某的银行卡中提取到了大笔现金 发现他的银行卡 在不同的山的地方 在枝江 薪资遗产的一家港 已经被人批款 由此推测 越野车在离开长阳县的餐馆之后 开往枝江方向去了 您好 这里就是从长阳县通往枝江市的高速公路出入口 距离三人聚餐的饭馆只有20多公里的路者 根据那个点图表述的一个车的特征 车外号 模糊地记得那个车外号 每三选都把这辆车三选快 高速公路管理处的记录显示 这辆越野车当天就是从一都收费站出入的 令人惊讶的是 始终只有一位红衣男子坐在驾驶席上 而副驾驶座位一直是空着的 也是穿的红衣服 也是那个人 但是就没看见那个女同志 可是餐馆的服务员明明看见 当餐人驾车离开时 尚某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 此时尚某可能在哪里 这样就推断的是有可能是绑带 丢了后面坐位上避免监控的探头 锁定他里面这个人 万一公安机关侦察机关 发现这辆车 他说你看啊 我当时我是一个人 对不 我车上没有别人 制造一个假象 既然发现了越野车 开车的人自然也就不远了 然而当警方着手 以车找人时 却意外地发现 这是一辆刚刚转卖的二手车 并未办理任何过户手续 他唯一要逃避法律的追究 而他在组案之前 就组了充分的考虑 购买一台不是自己车主的车 在信息的查询 不一定被发现 警方推测 如果这辆车是劫匪 为了作案特意准备的 那么在钱财得手之后 他们肯定会弃车而逃 果然不出所料 在接到报案的第二天下午 行迹可疑的灰色越野车 就出现在人们面前 打电话的人是谁 打电话的人是谁 老板也不清楚 先派人偷回修理厂再说 让报案民警感到惊讶的是 这辆越野车的后排座位 早就被拆除了 在凌乱的车厢内 技术人员提取到了 已经干涸的血迹 DNA检测证实 这正是失踪者善某所遗留的 就是发现血迹以后 就是推断那个女同志 薄分子把她遇害了 眼前的一切 让民警们意识到 劫匪不但极其凶残 而且极其狡诈 看似留下不少的破案线索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我们感觉到 这不是一般的对手 干侦查的人 它有个什么特点 越有挑战性的案件 那么越是要公布了 中安组对已经获取的情报 重新进行了梳理 劫匪团伙精心策划了 整个作案过程 一步步将尚某引上作案车辆 进行控制 获取巨额钱财 而这样做的前提是 他们必须确信 尚某身上肯定带有银行卡 他又知道银行卡内有值得截略的大额款项 他怎么知道他日常的那个行为习惯呢 对不对 又又怎么会知道他平常他戴的手包里面就一定会有银行卡的 对不 他都应该是这个相当的了解 否则的话 他仅仅仅把这个人摇出去 没有卡在身上 或者相关的这个信息 他能够把他这个弄上手的话 这下一件也就不会达到他们异上的目的 更为要紧的是 劫匪还必须清楚尚某的微妙心理 当他在接到聚餐的邀请之后 肯定会独自前来 也不会主动将此事告诉家人 什么样的朋友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他非常了解被害人是一个单身妇女 并且在交往方面也是比较广的 比较复杂的 警方由此推断 劫匪团伙中的红衣男子与失踪者尚某之间 肯定不是一般的熟人关系 邦安民警竞来尚某平时最要好的朋友 让他来辨认红衣男子的身份 在那个上嘴尘 有一颗字 从那个长头发的缝隙之间可以看得见 第二 他走动了一个舞台特征 他比较摇晃 步步之大 这些明显的特征 让他一下子联想到了 曾经在一起跳舞的一个中年男人 他一眼就认出 那个监控里面 那个人就是韩宗国 韩宗国 43岁 湖北省芝江市人 他曾因抢劫 被判处死缓 在狱中服刑二十年零十个月 出狱后 韩宗国只身来到长阳县农贸市场做生意 与尚某交往密切 我妈妈跟我说过 他不喜欢那个男的 但是那个男的 所以 惨热他的那种 在去年的时候吧 那个男的就有找我妈妈借过钱 我妈妈没答应 案发后 韩宗国也销声匿迹了 警方推断 韩宗国 极有可能就是此案的主谋 警方到处寻找 红衣男子的去向 却不料 他就藏在故事处 他组完之后 自己认为 这个万物以事 实际上说 没有留下任何的做事马 当老朋友 心生歹意的时候 一切的交情 都变成作案的道具 他所接触的 都是类似于被害人家 担心不已 当时只想在他那边 哪个四五万公司 女老板的不归路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警方认定 韩宗国 就是那个男扮女装的 可疑男子 随即在相关线事 展开了几步行动 不久 警方获取了一个 令人感到意外的重要情报 开始说这个行业在传言 我从事不严重 后来 打的令人说 是真的 情报过后 他组完之后 自己认为 这个万物以事 甚至说没有留下任何的做事马迹 这是他的一种 教训心和自信 2013年9月8日 上午九十 民警们在潜伏两个多小时后 终于等到了 韩宗国独自下楼的大好机会 随后 警方又在枝江市 抓获了韩宗国的同伙 杨子彪 同一天 另一名同伙 腾存勇 也迫于警方的压力 投案自首 在接到报案后 48小时内 徜徉警方一举拨开了 韩宗国等人精心设置的 重统烟幕 将三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缉纳归案 此时 警方最想知道的问题 仍然是 失踪者尚谋 此时究竟在哪里 韩宗国又为什么忍心 对老朋友下次毒手呢 韩宗国交代 此案的确是他们三人所为 但是 尚某并不是他们最初选定的作案目标 2013年年初 不务正业的韩宗国和杨子彪等人混到一起 整天琢磨一夜暴富的门路 不久 韩宗国等人就决定实施抢劫作案 最初的目标是芝江当地一个大块 为此 他们还刻意购置了作案车辆 一直在寻找下手的机会 自时手头空空的韩宗国对钱的渴求更加急切了 在同伙的一再催促下 韩宗国想起了做良油生意的老朋友 尚某经营的良油商店一直生意红火 进账不断 这一切都被串门的韩宗国看在眼里 而一向喜欢交际的尚某 对韩宗国这样的朋友也几乎从不设防 他的卡我们的理器都放在包里边 经常是下班线都睡到包里边 对这个地方还蛮熟 他所接触的都是类似于对韩人家的 单身妇女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对吧 他实际上是有所图谋的 更让韩宗国觉得有把握的是 尚某对他这个朋友十分信任 不会拒绝他的聚餐邀请 当时我也说 我晓得他拿的时候跟我关心 他蛮好吧 我只要找他出来 我有准备发我 我跟杨子彪也能说的 小孩听到我说话 他就更行 在控制了尚某的人生之后 韩宗国驾车来到事先选好的村屋中 韩宗国和杨子彪 唐存勇三人一起用威逼手段 问出上某银行卡文密码 韩宗国立即满办女装 乱出取钱 2013年9月6日的凌晨时分 当十万元现金陆续到手后 劫匪们残忍地杀害了善良的女老板 并抛尸灭迹 目前 韩宗国杨子彪 唐存勇 因抢劫罪 则故意杀人罪 被湖北省长阳县检察院 批准逮捕 曾经在狱中复兴20余年的 韩宗国 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的后半生 又要回到高墙后的世界 最令人凯探呆 还是被害人上的 他一直把韩宗国 视为可以深交的朋友 当他身处险境 终于看清老朋友的真面目时 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